中国方面在2月19日公布了2020年6月15日 加勒万河谷夜战的真实战况和中方的战损 那么根据中方的信息披露 加勒万夜战始于印军以谈判为名诱骗中方军使 后调集了多人持蟹包围 这也是印度军警此前在班公错湖北岸曾使用过的方法 中方军队首先是与之搏斗 后来与援军会合打死印军20人 伤76人 俘虏10人 也付出了一伤四死的代价 这一细节填补了中印印年对峙的最后的一点空白 也展示了印方在2020年对峙中一贯之的战法和作风 环顾2020年5月以来的中印对峙战局外界可以发现 印军及其军警人员在前方已经不止一次的诱骗中方军使 试图借此俘获中方人员来换取战功 这种局面可以让观察家们推导出一个重要的情报 就是上至新德里军 军政高层 下至印方基层军官军友对华军事冒险 偷袭灰色地带 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取得战果的意图 新德里的言行因此也显出了极为可虑的一面 早在去年6月17号印度报发表文章称 印度政府消息人士引述来自美国的信息原址 加勒万河谷冲突中解放军有35人死亡 而印度斯坦时报引述一名在印度中央政府高层官员的话称 解放军部署在加勒万河谷第14巡逻点附近的政府指挥官 均在冲突中丧生 6月21号印度媒体ZTV再次引用一个未知名的来源数据 加码解放军到45到50人死亡 并抓捕了一名解放军上校 此后印度前国防部长辛格发表声明再次修改中方伤亡 他说如果我们死了20个人 对方就死了超过我们的两倍的人数 辛格的这一说法既为有消息来源佐证 印度军方也未对此置评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今年2月称 根据中印双方第9轮军长集会谈达成的共识 中印两军位于班公湖南北岸一线部队 于2月10号开始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 中印边境恢复了一定的瓶颈 那么中国为何要选在冲突 已发生时隔7个月后才公布冲突视频呢 其实这件事在中国在这个时候才公布 中国在夏天的时候 中印边境冲突的时候 死是牺牲了四位 这个是这种会代表三个东西 第一个意义就在于说 中方要给国内一个交代 因为他要把人运回来 还有各种仪式 他选择在这个时候才公布 是希望降低世界或者中印两国 对这场冲突的关注 这是一个我个人以为 这是个善意的表示 因为如果早早就在刚刚发生事的时候 就去说 那个时候会不仅不会解决问题 甚至对中国国内也有很强烈的 民族主义情绪 所以这都是不好 所以这是第二 第三个 也就是说说明双方已经达到了某些故事 而这个事件本身来讲 公布四个人 我今天早上也看了看 今天刚刚post到网上 两分四十九秒的这个视频 我也看了看 应该说双方还是很克制 你看虽然印度的军人们很愤怒 但是手里拿的不是枪 不是手榴弹 而是木棒 当然中国军人表现出来的就是在那 因为没有声音 所以估计是在给他讲理 也就是说双方都不希望这个边境冲突失控 真的酿成一场战争 这是双方都不希望的 印度的政府和军方已经开始认识到 发动一场边境战争 未必印度能赢 或者说他根本意识到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但他又不能不能在边境问题上做任何的让步 印度国内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已经由于印度是一个民选政府 他需要这股情绪来让他成为总理 但是又怕这种情绪来影响他总理的执政 这就是莫迪最痛苦的地方 在2020年5月之前 印度前国安委员会顾问卡纳德就曾建议印度军警 应在中印边界拒止中方蚕食 袭击中方设施 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下 中印双方就发生了班公错湖北岸的一次小规模的冲突 那么目前印度方面已经把加勒万夜战的荣誉 或者责任推给了率部队参与袭击的军士 后被打死的巴布上校本人 但是从印度新闻信息局PIB发布的消息来看 营迪建立观察哨的巴布也只是奉命形式 根据PIB同期发布的一批包括十名战死印军的小船显示 印方当时在加勒万一带组织了雪豹行动 投入兵力至少包括两个牌 其中带队袭击的也是另有其人 而巴布只是其中军衔最高排在死者名单最前端的而已 根据印度国防部发布的2020年年终回顾 在这个报告的第二章印度陆军的部分内 其第二节中印边境对峙的叙述中 就确认了印军在2020年8月28日至29日间 展开了预防性部署 先与中国扩张主义者的计划 夺占了班公错湖的南岸高地 它也展示了印军在班公错湖的攻势 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冒险 而是印度国防部有留党的偷袭行动 是印度的防长辛格国安顾问多瓦尔 陆军总司令纳拉湾 国防参谋长拉瓦特乃至莫迪本人 均知道的特殊情况 新德里方面甚至已经做好了 包括开战的任何可能的准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印度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 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并外置的需求 一端局势好转则会立刻调转风头 这种转向的行为甚至会成为执政方的政绩 这使得新德里方面的行动时而见风使舵 时而目光长远 尽管印度方面难以在边境问题上 与中国握手言和 印度短时间内也会因为惯性 继续煽动爱国情绪 但对以莫迪为核心的印度执政党系统来说 当前印度的主要矛盾 已经上升到国内的民生经济问题 我想最主要来讲 大家就是大家常常说的龙象之争 中国称之为印度称之为象 我把中国跟印度的GDP从1960年到2020年 我做了一个对比 曾经有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在1990年以前 两国的GDP非常接近 曾经有那么一两年 印度还超过中国 就是印度没超过中国也非常接近 但是随后就开始中印的差距就越拉越大 你说现在的差距有多少吗 现在印度的GDP是中国GDP的五分之一 印度从根本上来讲 印度不是印度人不聪明 也不是印度人不勤奋 更不是印度的领导人没有雄心仗志 而是印度人在选择制度 选择治理国家的方面 他出现了问题 印度跟中国正相反 大家可能光看光去比这个数字 大家忘了两个最根本的东西 印度的政治体制是民主体制 而印度的经济很多年以来 他是学苏联的 他是社会主义经济 计划经济 即便到今年他还是计划经济 而中国尤其改革开放的40年 中国的政治体系 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可是中国的经济 资本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多 也称之为市场经济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 民主制度好不好 好 我们在美国都感觉到 老百姓可以有自己讲话的 甚至你可以骂谁说谁 都没关系 当然1月6号这事不对 但是民主制度有个最大的问题 没效率 没效率 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印度就是不光还没有效率 印度国内的贪污的问题 腐败的问题 官员的问题 就是国家治理就是一塌糊涂 国家治理就一塌糊涂 他就相当大 对他没有错 他有非常多的精英 我非常佩服印度的读书人 他们甚至很多教授 愿意到贫困山区去 完全是免费的去扶贫 叫扶贫教育 但是整个体制不行 印度的体制 尤其他的经济管理体制 你就甭看着街面 但是印度也有一些繁荣地方 你像印度的这些孟买迪 非常的繁荣 印度的气场里面也很繁荣 印度的问题是发展当中 它的根本问题 因为历代的印度政治领导人 都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 像什么种姓制度 像这些东西 印度还有一个最根本 印度有一百多种语言 一个国家有一百多种语言 那玩意儿你怎么闹 所以就真的更别说宗教 更别说这个少数族裔 所以印度的问题 印度跟经济上 它跟中国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即便是印度花了很多钱 所谓他买来了军事现代化 但是他很清楚 你就是买了法国那一百多架飞机 现在美国又准备把F18 这大黄蜂卖给他 他显然知道 就靠这点武器 你想和一个大国打仗 你也就能威慑一下 巴基斯坦就可以了 想跟中国打仗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的意思说 大国之间 为什么中国从来不把印度当回事呢 一个是中国在地理上 中国在西马拉雅山的上面 从上往下打 对中国来讲 有一个军事上的先天的优势 再一个 为什么在班公湖 这一带冲突很多呢 因为这个区域离印度的首都只有400公里 当年1962年的时候 一个营长就说 他说给我一个加强营 我一个俯冲 就可以达到新德里了 所以这是印度的痛 印度觉得这是我的痛 他希望能够在边境上解决 其实印度挑战这个东西 并不是真的印度想要 说从中国获取什么 他只是希望 中国能够在这条线上 所以前大概1月20号 印度的外长 他就说 他说我们希望在实际控制线 这种情况下 大家不动 彼此尊重 对 而且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承认 现有的 那你按现有的实际控制线 中国就亏了 中国说我等于承认这个麦克马文线 中国说我可以不挑战 但是我不能承认 我不能承认你 但是我不会主张挑战你 所以大家都知道 印度并不想打仗 印度想想发展经济 但是印度发展经济 他这就是莫迪的问题 所以我们以前我谈过这个跟一些朋友谈过莫迪 莫迪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是靠一个民粹主义的情绪 把他推到了总理的保卫 他觉得自己能做很多东西 他你知莫迪上台时候 他的口号是什么 大家绝对不会相信 他说我要建2000个厕所 2000个厕所都没建成 他四年做完都没建成 他突然发现 他以为他可以这个 这个可以跟美国合作 他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 是他的榜样 其实莫迪非常羡慕中国的改革开放 如果中国短短用了40年 就把印度甩得没影了 所以印度非常希望学 所以印度曾经莫迪曾经专门去过武汉 跟习近平见过面 那个时候他真的是想要什么 但他发现根本做不到 因为很简单 所有他的西方朋友们 只想把东西卖给他 并不想真的帮他 印度的政治体制是民主体制 而现任总统拜登在后任之际 便已表示会联合西方民主国家 向北京方面广泛施压 中印之间因为边境问题摩擦不断 而同为人口大国 印度也对中国世界工厂的位置跃跃欲试 那么此种情形之下 都是民主体制的印度和美国 是否会因意识形态相近而联手抗中呢 我想先澄清一个概念啊 就是今天2月19号 在拜登总统是参加了欧洲 慕尼黑安全会议 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其中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讲话 他就是要讲就是叫做 面对这个 他这题目叫做Long Term Strategy 这个Competition with China 就是说对于长 与中国的竞争将是一个长期的 他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谈的对中国不是孤立 不是遏制 他认为他大家应该面临 和大家一起都要共同面临 对中国对我们的竞争 也几乎在同时 美日澳印四国的外长 进行了一个电话会议 在电话会议当中 所新闻所披露出来的内容啊 因为具体内容 大家不可能全部告诉大家 但是所披露出来的内容 对中国 对中国也没有用遏制这个东西 也是在谈 也就是说我们是要维护印太地区的繁荣 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 大国跟大国之间的竞争 不是靠友好 也不是靠意识形态 如果要按照印度跟美国共同价值观 那今天繁荣昌盛的应该是印度啊 超过跟中国比应该是印度超过中国五倍才对啊 为什么不是 因为很简单 经济利益 经济的资本 它是流向一个盈利的地方 人们对一个国家的评判 我要不要到你的地方去投资 它有很多评判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我得能赚钱呢 拜登上台以后 没有错 中国是美国的挑战 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 这是拜登对中国的定位 但是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 只有敌人他才会去遏制 因为你遏制 因为现在很简单 我在这个节目谈到中美关系 我也谈过 现在去遏制中国 先不说符合不符合你的利益 你现在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不是美国愿意付出的 你愿意吗 你现在说 印度说我愿意帮你遏制中国 但是你要给我投资这个 投资那个 投资这个 给我这个 给我这个钱 给我那个钱 美国愿意付这个钱吗 美国一架二手大黄蜂啊 F18 二手货 你叫印度多少钱吗 八千万美金 卖给美国空军崭新的才七千万 卖给印度二手货 就得八千万 Nothing is free 所以如果你要想印度 让印度帮助你 印度说可以啊 我愿意帮你遏制中国 给钱吗 我的空军需要 需要F35 你给吗 我的海军需要航空武器 现在美国又 又把自己的滨海战斗券 全部封存了 大家前一段时间 吹了很长时间 美国军滨海战斗又怎么样 海军 海军不说 这根本不符合 海军的战术要求 全部封存 那你可以给印度啊 那你根本没有钱买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大国之间的根本的问题或根本的矛盾 不是意识形态决定的 是国家的实力决定的 以上就是本期聚焦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中印冲突伤亡真相 这才是中国不可战胜原因 大年初八 噩耗传来 没想到去年的中印冲突中 我军竟然牺牲四人 2020年6月 中印军长级会谈刚刚结束 两面三刀的印军 违背双方达成的共识 一百多人的印军 在第16比哈尔军团 指挥官桑托市 八部上校带领下 在加勒万河谷地区 趁夜越线 企图把才是我方领土 变成继承事实 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实 中印之间并没有确定国界 目前的所谓边境线 用更专业的术语 应该是叫实际控制线 所以 在漫长的中印接壤地区 除去历史原因外 在印度看来 谁占领就是谁的 那么印军为何选择 加勒万河谷 看下图 从地图上看 长达80公里的 加勒万河谷地势居高临下 而不远处 就是印军建立在 平缓的十约克河谷之中的 一处兵战 可以说 恶守此处 进可攻 退可守 从军事上来讲 如果我军 从加勒万河谷发起进攻 对方无闲可守 可以顺着河谷 直取印度首都新得力 所以 印军一直想占为己有 对领土极其贪婪的的印度 即使1962年 中印之战惨败后 仍然不吸取教训 一直奉行北进战略 企图蚕食我方领土 这就是中印对峙 以及第三次军长级会谈的大背景 2020年6月15日深夜 印军背信弃义 月下来袭 对于这种常见的摩擦 按照处理边境事件的惯例 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 我边防军团长齐发宝 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 仅待几名官兵 倘过其腰身的河水前处交涉 但是 早有预谋的印军像蟑螂一样 从山崖一侧涌出 企图凭借人多势众 迫使我方退让 脚下就是祖国 岂能后退 齐团长一边大声呵斥 你们破坏共识 要承担一切后果 一边张开双臂挡在印军面前 掩护身后战友 占据有力地形 展开战斗队形 与印军对峙 但是 这种冷兵器对峙 一百多人的印军占尽优势 印军依仗自己人多势众 用钢管 棍棒 石块向立丹士宝的解放军 发起攻击 我军将士用实际行动 践行我们就是祖国的戒备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都是祖国的领土的誓言 誓死不退 身先士卒 顶在最前面的齐团长 成为印军重点攻击目标 头部遭到重创 营长陈红军看到形势危急 立即带人迎着石头鱼 棍棒阵突入重为营救团长 战使陈祥荣作为盾牌手 战斗在最前面 射向取证的萧思源 本来已经突出重围 剑撞立即反身 投入战斗 在那个漆黑的高原之夜 威威卡拉昆仑山 见证令十四亿国人 动容的一幕 团长在最前面 顶住疯狂的印军 营长就团长 战士就营长 班长就战士 齐发宝团长被救出后 军医韩子伟 发现他左前额骨破裂 留下一道十几厘米长的大口子 包在伤口时 上处清醒的齐团长 一把扯掉头上的绷带 还想起身往前冲 却身体不支 伤重云倒 在这场战斗中 团长齐发宝身负重伤 营长陈红军 战士陈祥荣 萧思远毫不畏惧 英勇战斗 直至壮烈牺牲 前来支援的战士 王超然 在渡河途中 拼力救助 被冲散的战友脱险 自己却牺牲在冰河里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 最可爱的人 齐发宝所在团有一个 让人类目的不成文规定 对峙时干部占前头 战士占后头 吃饭时战士不打满 干部不端碗 野营时战士睡里头 干部睡风口 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军队 大家可以想象 在那个高原之夜 杀红眼的人民子弟兵 为何奋不顾 身如猛虎下山般的 漫山遍野 追击印军了吧 因为 牺牲的每一位烈士 印军都百死莫属 最后印军抱头数算 溃不成军 丢下大量伤亡人员 任其在寒冷的高原 暗夜里自生自灭 这一战 包括印军指挥官桑托时 八部上校在内 至少二十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很多印军当场 向解放军投降 归西的印军 而我军官兵上下同域 生死相依 无一人被俘 但是龙城非降在 不叫胡马度银山 雪山为正 英雄不朽 中央军委授予齐发宝 魏国戍边英雄团长 荣誉称号 追授陈红军 魏国戍边英雄 荣誉称号 给陈祥荣 小思远 王超冉 追记一等功 去年中印加勒万 河谷冲突发生后 我在7月6号 曾写了 我们还是低估了印度 事实再次证明 战场上得不到的 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印度自1962惨败之后 几十年如一日的 响一雪前耻 对于这种极度酬华的国家 你的忍让 他们会认为是软弱 一定要放弃幻想 否则 容易吃大亏 这一战之后 我军加速对西南边疆地区 部署先进武器 从主战坦克到远程火炮 以及先进战机 无人机等等 统统上了高原